台湾啪啪走 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佬 大家好 我是渝夫 今天帶大家去塞這個61線 什麼是61線呢 就是我們現在政府 南北有一條新通的 這條線剛好走整個台灣的圓圓 風景是漂亮的 如果是由北部落到嘉義的布袋 這裡當然很多地方都可以下去玩 但是今天特別要介紹的是 這個布袋裡面有一個荷米粒 荷米粒有一種 整個村都用3D的彩繪 上面有這3D的彩繪來看這裡 你看這個圓 看起來怎麼是立體的 其實它是3D的 3D的青春之鮮 這樣放在這裡 這種世衡的藝術叫做Anamorphosis 就是說所謂的3D地景藝術 那麼現在目前台灣有很多人 一定開始去學習 有一個叫做曾晉晨老師 他特別要學後 非常的好 所以呢 他現在呢 就在這個荷米粒這個地方 設計了很多白的3D立體 我們走回來看看這個荷米粒 設計了什麼形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棟 這個棟裡面所有的青花燈館 都是3D彩繪喔 3D彩繪營業下墜是Anamorphosis 3D彩繪營業下墜的 但是如果要看出實力體的 一定要從一定的角度去看 加上墜的話 1D彩繪營業下墜就在 液繪山的多月 蝦子進去看 是在창山中的寶寶 中間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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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高隆部公共郊,分家南平海國家風景區管理廠 請到去出家增進城,跟台地的基民,大家一起做一個新的好美麗 其實跟增進城,帶著大家做回來創作,你看,連電那條也有話 整個地方都有話話,對創作者來說實在是很爽的 以前有蚵仔看見,現在有很多技術 所以,這個立種脫胎換國變成是公共的聖地 要參觀很簡單,演繞紅森的路走去就有看到了 要參觀一下,彩虎的公園,來囉 這是鴨嵐,在這裡還可以看到,如果要抓紅燈,要割這個 如果要去3D的彩繪那裡,它會把你指定說,你要遇上,就要站在一個點 你站在那個點,看出去的土,才會變成是3D的 如果要站在某個位置,那裡還會2D就對了 現在我們從這個布袋走下來就是台南的這個漆漆 漆漆漆就是這個,算是我們那個道路同位一站 那麼這個漆漆,我們知道就是過期拍鹽,很出名 我們台灣人在吃鹽,早期從清國時代開始,或電信公時代開始 都使用這個鹽漆下去拍,我們這個七國的鹽長 過去曾經比較大的時候,有2,700多公頃 每年生產這個鹽11萬斤,但是呢,到後來,說這個鹽沒有 蒸高得好,沒有,還用這個拍什麼,哎呀,這個太過分太高 所以在2002年,A5月,這就沒做了,沒做要怎樣呢? 沒做就想到一個辦法,來,用這個鹽,整個都把它通起來 那現在吞起來之後呢,就可以變成一個鹽山 日本人來看說,哦,富士山啊,這是富士山 這是台灣的富士山,那就是中國的 我們說中國有一個長牌山,我們台灣也有一個長牌山 就是這個鹽山,但是呢,這個鹽山呢,因為這叫非常有趣 所以很多人,哇,早來這麼欲凶 在這裡呢,這裡還有一個愛心,為什麼愛心呢? 因為鹽分啦,鹽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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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鹽分呢,所以呢,南路呢,能夠結結一下這個鹽分 那就是人生的,是要我生的開始啦 來,我們最後來看看七國鹽山 這個地方叫做七國鹽山 是台灣民族最大、最大萬發電的七國鹽町二十幾 來,幾種的都是用鹽,要用起來 這隻鹽山是用鹽所做起來的人造山 海伯差不多是二十公車,最多七棟老館 日本人來看過之後,說這是台灣的富士山 也有人說這是台灣的長牌山 哇,那兩個八家館起來了,你看看 已經登峰了 已經登上雪山 攻上峰頂 現在是防疫期間,所以都沒有人 這樣可以去我清澈給大家看 現在也有設計這種騎鵝 也有這種愛的小白屋,鹽屋 如果是要對著愛人家說出什麼話,也可以在這裡掛一個白屋 是鹽磚捏,用鹽磚蓋起來 還有旋轉木馬 這是一個遊樂場 這隻鹽磚捏,是在日本時代 1935年,由台灣這鹽,跟我們日本鹽磚 兩間公司,跟它合作出來 台南政府,將近半個的一張叫做一箭雙雕 所以一邊是鹽雕 一邊是鹽雕 另外一邊是沙雕,一箭雙雕 一箭雙雕 這是在鹽的火車部 我們玩五分車的一款 哎呦,我們在這地交路 也是用刷子去雕層的嗎 帶著一箭雕層的份量 單身上有很大 佔了二間鹽的村口兩下 延長的城口一層 這面有整個火車的一雙雕層 哇,電視台有走出來,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參觀 這次可以進去看看怎麼拍檢 這個靈魂車是因為每一個觀察都可以親像人的靈魂這樣擋來擋去 這就是閃房 那裡有車在做風蠟發電 喔,還有招財貓喔 好,這樣就是台南鹽山的介紹囉 我是在我們台灣武漢肺炎在防疫期間去的 所以你看很久了 就是兩隊老婆 因為我這台車兩隊老婆在裡面滑滑滑 所以電腦可以學習清楚 讓大家來瞭解說我們現在是在做這種 做這種炎夜觀光 政府是怎麼做 另外呢,在這個 來,看一下 在這個旁邊呢 還有一個地方叫出國 遊客中心 那麼這檔,你看看我們蓋起來說 這個沒什麼 這個看起來 這樣洗水了 都沒有鮮艷 甚至這個也沒有大態度 什麼都沒有 這樣 這是我們從他建築師 叫做 石昭勇建築師 他所蓋的 那麼他在蓋的時候 精革的建築 表現後非常謙虛 非常謙虛 因為他用到河堤 海堤 這類的手法 把他的空間轉換出來 所以他跟所有的 天人的地境 就合作好了 所以我們做的看看 他是怎麼來表現 這所在叫做出國遊客中心 他是在分家南冰海國家 風景區裡面 因為這是一個 祝福冰海地區 為了要檢測到 對環境所造成的視覺衝擊 所以建築的餘惠 就依海堤 河堤 跟沿堤 為主要 這叫做西岩時光 這叫做西岩時光 這種建築是要看 可以跟著過去 土地的標準 黏起來了嗎 這是裡面的電視館 不過現在正在市雲運當中 人家的設計是為了要讓他 較清涼 和尖叫空調的使用 這叫做冰海之風 這叫做冰海之風 現在已經變成是 IG網紅 協商的地方 整個建築 拆除了白色 清除鹽 同樣的色水 這裏也有這種油風的烈車 這是市外面的設計 建築的佩地可以作動到水平強烈的海風 也檢測到結合鹽山之間的對位 所以也可應到結合鹽泡沫冠的造型 兩個精緻塔形的建築就是鹽泡沫冠 這中斜坡來象徵峭壁緩坡山谷 東北的區域整個最最是鹽田綠化與土壤改良實驗示範區 這是石昭永建築師的作品 後來台灣最大的山坡 有一間海鮮的山坡 大家說最大的山坡是對的 對是最大的山坡 來休息一下不要把自己說 台湾泡泡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 你最后大家好 我是渔夫 这个啊 我们在这七个地方 那些地方都是七个啦 三个啦 那都是叫做是来海 来海就是寺府的意思 那就是美国人说的这个洛文 那么这种来海的这个地形 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多那种 那种蜜啦蝎啦什么的 这个台湾的台南 是怎样的去用称作是移民之相 就是因为这种来海的地形 在那里面 所以有一专呢 我就带朋友说 我带你们来去七个三个 我们来去看一看台湾的这个地形 在这呢 带你来吃海鲜 一路就这样搁拆 都走在那种蜜蜜里面 我的朋友都担不了 这种卡丁的跟我说 你是要带他买买 怎么会都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哪有可能 有海鲜的餐厅 我说它是台湾啦 这个上街西域的一间餐厅 它较近就一个国庄塔 这个地方国庄塔 就是一个丁塔就对了 我曾经在那样 看他这样显到一只大三公 丢起来 就问这多少钱 他说多少 我说好拜托先拿去 马上猪猪猪的来吃 在这个地方真是海鲜 非常出名 我们一起来 今天要来找找 开在虚园里面的海鲜餐厅 这到底是有什么好料呢 哇 海鲜 好 吃 吃 现在没有这边 现在找不到 来 这先是 我们的海鲜柳 好 再快来 好 先客户的来 哎呦 哦 现在也是客户的末了 你不客户了 人家这样 开开开 滴滴滴滴啊 这些士兵都是来海鲜的 我们的海鲜 这些是在白鵝 这鹅很白哦 鹅很白哦 哇 鹅很白哦 哇 猪鹅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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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用 猪鹅米参 猪鹅米参 就是这间 五層啊 哇 海鱼山 在这里都没有人要坐外国 坐得滴滴滴 这样 好 好 好 五層啊 五層啊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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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里 常常会脆到 比这个大一点 會刺轣 往上 好 好 咦 三咖 好像 表面要切碗儿 你要用烘的吗 要烘的吗 要烘的 要用烘的 要用烘的 要算 要用上 要这样 哦,好可憐 對 那些人聽不懂人 哦 那些人聽不懂人 那些人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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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我來是想要吃新鮮的海魚 就跑來吃 這位就是五間 我從本地是原來一間小小的店 現在已經變成三間了 這就是白蝦 因為它講到沒有蝦 白蝦也是很好吃 蚵仔是在樓邊 在現白蝦 沙鍋這種 沙鍋這種蛤蟆一定會吃 這是美鳳 沒人吃飽了 要去吃了 蓮菜 水蓮 最好吃的三角到... 十一碗 十一碗 好 讚喔 這間的都很親的 很親 剛才要帶我們來,怕不怕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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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這樣好一點,我有豆腐 我常在說陰性,其實不是說好價拍價 都在說陰性的文化 所以呢 今天我們常常說好價拍價而已 今天我們也要說一下 黑肥的陰性文化 我們代議一句話叫做抓黑肥 無差工 抓黑肥子無差工 你要注意看 這兩隻黑肥,這隻是母的 所以它有兩隻 如果工的,就無差工 沒有要抓工的 所以我們一句話說 你就是黑肥 叫黑肥,沒差工 抓黑肥子 沒差工 還有一句話呢 叫做鹹水鴨 比較贏肉 叫什麼? 雞肉 為什麼呢 鹹水鴨? 那個東西抓到很好吃 所以呢 我們台灣有一句話說 哇,這就比雞肉 還好好吃 所以叫做鹹水鴨 比較贏肉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燕宇是怎樣 怎麼說 以前有一句話說 那個魚面 采鴨魚 沒有采工 還是怎樣也沒有采工 餌鴨魚 沒有采工 是怎樣 鴨魚 鴨魚價錢比較差嗎 沒有,才會比較差 那你要知道我這句話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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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一句話說 魚面采鴨魚鴨魚 沒有采工 采鴨魚鴨魚 當然要采鴨魚 怎麼采鴨魚 不過現在采鴨魚 也有鴨魚魚鴨魚 通通通 這鴨魚或鴨魚魚 是 這是連鋼魚米粉嗎? 這也是連鋼魚米粉嗎? 這放的比較壞 但就放了回去 蚵魚米粉 這也是比較壞 沒有,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 四公斤三 那是另外一個粒子 四個粒子 另外一個粒子 那台語的味道多少 兩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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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台語的味道兩斤粒 對啊 有那麼大的鼻子嗎 腳是沒有 這樣放得不太 那我鼓子兩斤粒 OK OK喔 對 這個味道是真實 你看這味道就是很好吃 很好吃的烏魚坪了 這個遊行營 跟這個雞民公會 也是得到很多的地績 我們後禮拜 一樣也是要說 不然是在 嘉義保底的 美好禮物 這張三滴彩繪而已 台南的將軍也有 我們後禮拜 同一個時間再會 我是漁夫 拜拜 我們後禮拜